诶 我穿到这么隆重 你现在人家以为为了拍这个视频 穿到这么隆重 没有啦 现在Katyn在睡觉 我们快快拍完了这个老公后热 然后他起来老公我们就直接快快出去了啦 所以没有时间再继续打扮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Jack 哈啰 大家好 我是Sinni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subscribe的 记得按subscribe button哦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搬到来英国了过后呢 18个culture shock 我们从马来西亚来英国 然后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是 整个人就是 啊 为什么他们这样子的 为什么他们做这个 为什么他们做那个 为什么 就是跟我们在马来西亚长大 我们就是觉得不习惯的东西 可是我们现在住这么久了过后 慢慢就习惯了啦 已经是融入去他们的culture了 等一下先有一些东西还是还没有 抱不多说 那你先讲 第一点呢 他们洗碗碟了 想到的话 他们放在一个cup里面 放肥皂水然后他们洗了 他们碟子是不是 那个碟子还有肥皂水 他们就放去那边不动干了 他们没有在用清水再去洗掉那个肥皂水的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啊 你懂不懂 听说以前啦 他们有一个广告是不是 是关于到这个洗碗剂的 所以那个洗碗剂的广告就是 show这个女子 洗了完了过后 就是直接放在那个 凉干的那个地方了 然后他们讲 哦这个洗碗剂很好啦 干净啦 然后又对手又好啦 这样你要讲出来吗 那个是什么 洗碗剂的牌子 哎呀不要啦 不要帮他们打广告 其实他们从buff tub的概念是一样的 他们那个buff tub有那个肥皂水震了过后 起来就在拿毛巾这样子骂罢了 第二点呢 这边的洗手盆是不是 他们有分一个热的 还有一个冷的 不同的water type 然后如果你去开那个热水的话 就是太热了 然后你去开那个冷水就是太冷了 像如果你要洗温温的水 要怎样洗 两个一起开? 不知道 就是那些是比较旧的屋子 就会有这样子冷热 两个一起分开啦 可是现在很多新的屋子已经是没有了 那个的热是热到可以烫到你的手的那种热来的 我们在马来西亚 那个洗手盆只是有一个 就是冷水出来罢了 所以没有热水的 所以我们来到这边有一点不习惯啦 然后他们的洗手盆的那个冷水呢 就是可以安全 enough to drink的 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就跟我们讲 在马来西亚跟我们讲 不敢喝水后水 是啊 水后水在马来西亚要过滤它 然后要包它 然后才可以喝 过在这边呢 还有Rest of Europe呢 他们的水后水是可以直接拿来喝的 然后他们的水后水是冷冷的 就我们在马来西亚以前小时候 你要喝冷水就有很多很多个步骤 你要去拿那个水啦 然后你要去过滤那个水啦 然后你要去包那个水啦 然后你要把那个水放去冰厨里面 你才可以喝冷水 可是在这里咧 你可以怎样喝冷水 直接去开一袋 直接喝 它真的是冷冷出来的咧 不要开玩笑 是那种冰厨出来的冷水 英国人呢 很喜欢喝冷水的 他们不喝温水的 就是上次 他叫温水 然后他同事问 怎么你喝温水 然后有时候我会叫Hot Water 嗯 怎么你喝Hot Water Hot Water Hot Water味道是怎样的 就怎么你喝Hot Water 他们就是不明白 他们通常就是喝Coffee啊 或者是Tea啊 就是人家问我 How is your hot water? 我就觉得 什么鬼哦 你有什么问题哦 就是喝一个很普通的Hot Water 办了吗 就让我觉得 真的是有Culture shock哦 第三点呢 我们小时候就听过了啦 鬼老不喜欢冲凉的 来到这边老公 真的是不喜欢冲凉的哦 我们在这边每天都冲凉啦 不过鬼老的是不是 他们通常早上要去做工之前 去冲一次凉 做工回来有多肮脏的好 他们没有冲凉 是啊 他们做工了多肮脏的好 他们都不会冲凉的 这个真的是我不能接受的啦 难道你早上冲凉 就是为了给人家闻到你香香 然后放工了就没有人了 叫你人闻你的味道 不然就算了啦 有有有 不管春夏秋冬 放工回来我们都一定会冲凉 然后女儿呢 她去学校回来 她一定会冲啊 我们也是有听过讲 她的朋友啊 她的爸爸妈妈 就是讲 哦一放学了 就是给她喝奶 然后直接丢她去睡觉 是没有冲凉的 不过我们也是了解啦 在这边冬天的话 不是需要每一天都冲凉的 是 天哦 尤其现在是冬天哦 我去super market 哇 那样人走过真的很臭耶 去吃buffet也是 我闻到那样的味道 哦 三四天没有冲凉的人 真的是 我不觉得三四天没有冲凉 哦 我真的不懂多少天 第四点呢 就是厕所啦 她们的公共厕所呢 很方便的 通常都会给toilet paper的 toilet呢 地上是干干的 不像去到马来西亚 或是你进去那种马拉筒 那种地方 地上全部都是四四的 然后你的鞋子会四四的 现在你刚才讲了这么多点 只有这一点是好的是不是 啊 是啊 其他点没有好 这点是好的 嗯 可是我们也是吓到啦 就来到英国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哇 这么厕所这么干的 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四的厕所 第五点 就是 她们在家里 真的是不脱鞋子的 她们carpet floor啊 就是这样子 穿着外面的鞋子走来走去啊 carpet floor又不是很时常 她们会去vacuum的 一次vacuum就两三个礼拜 vacuum一次 或者是一个月vacuum一次 这样子罢了 发生有客人来的时候 她们才vacuum 哈哈哈哈 这个是 这个是她们跟我讲 诶 sorry哦 今天你来我没有vacuum到 哈哈哈哈 在这一间家呢 有好像boiler出事情这样子 那些engineer来 fix 那个boiler的时候 我们也是没有叫她们 脱她们的鞋子 她们也是没有问你 我其实不喜欢脱鞋子 她们直接穿那个鞋子 进来你的家 我不是讲的全部啦 是 可是她们问你真的是 一个可得系罢了啦 她们是其实是不需要问你 因为这个就是她们的culture嘛 她们就是穿鞋子进去 家里的 有些英国人呢 她们有分啦 如果在楼下 她们是可以穿外面的鞋子 可是上到楼上去的话 她们就会脱掉那个鞋子 那有一些家呢 就是楼上楼下 都是穿着外面的鞋子 连上床也是穿着外面的鞋子 这个是我不可以接受的 每天每天我们都会在家里 也放空的 因为真的是看到 卡片这样的脏 我们真的是顶不顺的 各位我们小时候在马来西亚一样 直接进门了过后 脱鞋子 对 第六点啊 这边她们的小吃都是 最最最最最 popular 就是 cripps 了啦 或者是饼蛋 其实还有其他一些 小小的东西 好像 olive 这样子啊 或者是 carrot sticks 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 洞 不是很多人吃的 最多人就是吃cripps 不像马来西亚这样哦 马来西亚 哇 超多东西吃 bissang goreng啊 murugu啦 炸的糊米 一干garabok 一干liko 一干liko 就是这种fresh的食物 ABC也是我们的小吃 ABC冰的 罗加 你记得以前拍拖的时候 下午餐到我去吃罗加吗 吃了罗加是有那种豆腐的 那个叫什么 不记得了 我知道那种罗加 你都在讲着了 够力了 你都忘记了 你们可以留言跟我们讲吗 那个叫什么罗加 我知道可以放sotone在里面了 然后有芽菜的那种 马来西亚做的那种 我们在马来西亚从小到大 就有很多这种 不同不同各种各样的 这种小食可以吃 然后你在外面 就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了 嗯 可是在这里 没有人在外面摆探口 你很多时候 afternoon snacks 就是吃饼干 还有Chris 就这样不知道 这边的snacking 考虑我们不习惯了 第七点呢 就是我们没有预料到 原来在英国或者在欧洲呢 有很多不同不同的cheese 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就只有那几种 就那几种罢了 我记得是mozarella 还有那个一片片这样子的 那个Craft Cheese 还有这边有不同不同的 好像 Steelton啊 Bree 我最喜欢吃Bree 还有Chamembert这样子 Fetta Fetta 也是好吃 嗯 有一点呢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这边咯 Dessert的时候 是他们有个东西 叫Cheese Board 或Cheese Class Literally 你的Dessert 又是吃Cheese 然后又是配饼干咯 又配饼干咯 哈哈哈 诶 这样其实他们也是有variety Cheese的variety 哈哈哈 哈哈哈 第八点咯 这个就是我们来到的时候 我们以为 我们可以可能每一餐出去吃东西 在我们之前的video 我们讲过啦 在这边每一餐咯 是不便宜的出去吃啦 因为每一餐都很贵 就是不像马来西亚 可能你花了一个 12块啊 15块啊 这样子 你可能可以吃到一个炸饭 可以吃到很饱 然后是蛮便宜的 就是你每一餐吃都ok 可是如果是在这边咯 是没有这样子的option 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是蛮shock的 为什么我的生活变成这样子了的 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很不习惯 第九点我们要讲到就是吃的东西啦 在这一边咯 别动我 别动我 在这边咯 他们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是没有share share的 不是好像在马来西亚 像我们交代吃饭的时候呢 就是全部人share 不同不同的菜肴啦 在这边咯 是不是呢 你自己有你自己的starter 自己的may 自己的dessert这样子 就是没有share的 你叫你的 我叫我的 通常他们吃都是这样子 就很特别的occasion 好像Christmas他们吃turkey的时候 他们才会share那个turkey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煮那个turkey 你煮整只买 不可能自己个人吃自己的买 可是平时的话 他们就是no 没有share的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讲到吃呢 第十点就是这边的早餐啦 哦 真的是shocking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 习惯每天早上吃面包的话呢 这个就没有这么大的shock 所以每一天吃面包在马来西亚 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 你长大了 哪里面是每一天吃面包 读书的时候 我是每天吃面包 不过早上出去做朋友 然后外面有Nasi Nama 因为你有的选择 你小时候没有选择 诶我小学的时候 我没有每天吃同样的 我妈妈一早上有时候会弄 做糖粉给我啊 有时候会煮面啊 有时候吃鸡蛋啊 其实我很少很少吃面包 还有有时候他会煮云吞面 所以这个是我的早餐 就来到这边的时候 shocking 他们吃什么早餐 Breakfast 就是cereal 还有面包 还有Big breakfast Big breakfast 一时一时吃啦 不是每一天 no 他们就是吃cereal nosely 第11点啦 这边他们的refund culture 他们的exchange 这样子的culture啦 他们这边呢 是不是如果你要退东西 回给商家 是没有多多问的 他们商家是不会跟你吵 还有是什么 这样子 他们只是讲 哦你不要这个 啊我拿回来 然后我给你钱 就这样子就好了 在Malaysia 如果你买了 那些一个萝卜的话 你还得回去没有 应该是很难还得到吧 那讲一场你都买了 你怎么还回来 哈哈哈 可是在这里 就是你什么东西 都可以回录回去 因为你买了一包萝卜 你过后你发现到 诶 这个expiring day 就是明天了的 然后你可以拿回去 跟他讲 哇你这个expiring day 太靠近了 我不要这个萝卜了 然后我也是有试过啦 买马铃薯啦 然后它的那个packaging 是看不到里面 马铃薯是怎么样的 我就拿一包哦 那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剪开那个纸袋 然后发现那个 马铃薯已经发压了 然后我再走回去 然后跟他讲 诶 我不要你的马铃薯 发压了 哈哈哈 然后他就直接退回去 给我 在Malaysia 你应该买了 马铃薯 你不可以再退回去吧 下一点 第十二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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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spare leisure time 是通常做什么呢 就是出去走走啦 去country park 这样子散步 去海边啊 晒太阳啊 或者是去做运动啊 好像去骑脚车这样子啊 Mountain biking啊 或者是骑长途脚车 也是划船啊 划船 对对对 对对 这些都是他们全部的 leisure time 会去做的东西啦 Malaysia leisure time 做什么 去 shopping mall 哈哈哈 这个是由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啦 是啦 那我们以前 就是去 shopping mall 就是去 shopping mall 因为有 air control 安息啊 因为 shopping mall 很多东西做嘛 你可以看安息啊 你可以吃东西啊 你可以走街啊 我这样子想起来 shopping mall 也是比较安全一点 是不是 因为你在 Malaysia街边走的话 你会有时候会怕 对对对对 这样也是 这样也是 就是你会怕人家打抢你啊 或者是你可能去森林啊 两个人去的话呢 就是不建议哦 就是通常在Malaysia是希望 可以大家一个group的人 一起去森林走走啊 可是在这里的话 我们也是试过 就我们一家三口 整个森林就只是我们罢了 我们就是觉得 OK啊 没有成功啊 嗯 你常常没有学看清 有 是不是 你有学到像你这样厉害吧 这边的天气呢 真的是这么的 不浏览的了啦 我们有试过呢 同样一天 又打风啦 又有晒太阳啦 又下雪啦 然后会突然又下雨啦 春一下秋冬 同样 再同样一天 就是在这边一整天 你都不知道 那个天气会是怎样的 这边的天气的变化 的不浏览的 Lady 就是一开始我们不习惯啦 我们就觉得 诶 现在没有下雨啊 我们就不用带雨衣啊 可是一出到门口 就下雨了 而且还有多一点就是 这边的雨呢 不像Molaysia这么大的 有时候他们只是下毛毛雨吧 他还是写他下雨 但是他有时候会下很大雨啦 他就是有时候会下很大雨 可是有一个差别 有一个culture show 我是一开始不能接受的是 他们没有拿雨伞 哇 这样不是试完咯 然后我就试到自己去拿雨伞 傻的 那个雨伞已经得罢了 会不会给风吹 打风吹反了 那么下雨的话你要怎么办呢 特别是如果你在 somewhere 你没有车 搭taxi咯 在这边呢 taxi会比较不便宜啦 比起Molaysia 在这边的Uber啊 或者是Vogue啊 他们的那个费用是不是 跟普通的taxi差不多一样罢了 15 只对了啊 第15点呢 就是这边的人 很自然而然很习惯的去排队啊 他们排队上巴士 在taxi rank里面排队 或者是排队上火车也是有 去restaurant排队 是 去哪里你都可以看到队伍 一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 怎么有一个队伍的啊 是一大群这样子 踢进去嘛 就是随先跨就随先去咯 在大陆也是 他们车要转进去 那个队传也是 强步排队排好来的 啊 不会从旁边那样子 插进去的 你知道你自己要去转左的话 这边有一条直路的嘛 像在马来西亚很多人咯 走这个直路是最后才出signal才来转左的嘛 是 可是在这里是没有的 没有人这样子的 不管那个队伍多差 他们都会排队 第16点呢 在这一边啊 其实在任何地方越过马路是不是 是合法的 叫做Jaywalking Jaywalking是合法的 就是 来说你要过马路的话啦 一定会有车 让你过的 就是你不需要有巴马线啊 还是什么 这个是legal的 可是在别的国家是不可以的吧 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是没有这样子随便公共 因为我们只要车不会让我们 可怜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拉到 欸蛮shocking的 只要我出一个脚哦 就有车厅了 第17点啊 就是这一边的signal signal policy啦 在这边的时候signal是政府 vandated全部公司会要给你的 所以上次以前我有生病 on and off on and off 三个礼拜这样子 生懒多病 真的是发烧 不舒服 是啊是啊 他真的是 他一直渴受 一直渴受 然后在这边呢 是不是 unless你的病 超过7天 连续超过7天是不是呢 你是不用去跟医生拿MC这样子 就是 你在马来西亚生病的话 然后你要去拿MC 还会给钱咧 哈哈哈 这边 他们叫做self certified 啊 that你做不到狗 是 所以你可以self certified 自己for like 7天 然后after 7天了的话咧 你就需要到一个医生 不给你 那一个sign 可是呢 一年里面呢 他们 so far啦 是没有讲有多少天 你可以拿 或者是你不可以拿啦 就是看你自己咯 像你这样子的生病啦 就是一生病又好又不好又好又不好这样子啦 其实也是看不同的公司啦 可能有一些公司会限制你 像你一年呢 只可以拿10天这样子 可是这个是比较少有的啦 在马来西亚以前我们做工的时候咧 I mean 因为我自己啦 就是 就是有讲明一个号码 然后 是蛮普遍的 在马来西亚的每一个公司是蛮普遍的 他们都会给你一个号码 我讲 这个是你可以拿多少天的sign leave 然后另外一个咧 就是maternity leave啦 就是来到英国的时候是蛮shocking的 that maternity leave是52个礼拜 一年咧 当然你不是一年里面都是会有复配的salary啦 就是政府规定讲 每个生产业的人都可以拿52个礼拜的maternity leave 为什么它会这样子规定咧 意思是说 你52个礼拜过后 你回去你的公司做工的时候 公司不可以讲 哦 我不需要你啊 他们不可以炒你 由于来 你在拿这个maternity leave的时候 像在马来西亚的话咧 我的朋友是跟我讲咧 从2022年开始 maternity leave 政府是规定98天 其实蛮好的咧 他们98天都是复配的 可是我们一个人是 整Kaley的时候 我们也是蛮shock的 哇啦原来可以拿一年这么久了 法文没有拿这么久了 我10个月没有做过 好啦 最后一点的文化驶 我们通常想到英国啊 就想到很多 很猛 在到处都是啦 不过你去到拉伦的话 就会驾到 哇 现在有这么多不同不同背景的人啊 不同国家来的人 就是在随便带路那样子走啊 你可以听到好像 Franche啊 Nigerian Spanish 阿联 或者是Eastern European的人 不同不同的语言在那边啊 其实一开准时的时候 真的是有吓到一下啊 It's really a global city啊真的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啊 就是他们英国也是很注重 equality啊 diversity啊 还有inclusion啊 就是不可以discriminate人家啦 因为这个国家真的是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来 就如果你去到拉伦呢你是不可能一直都是看到 暗毛的 不像你去别的西方国家 比如说纽兹啊还是澳大利亚这样子啊 你通常一去一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哇很多暗毛啊都是金头发的 可是你来这边是蛮多黑头发的 特别在拉伦嘛 嗯 对 OK啦 我们分享完了18个 你不要急啊 我不要急 等一下我就指错啦 是啦 我们分享完全部18个 culture shock 了啦 那你们来过英国的人啊 你们有看到什么东西啊 你们是有shock到一下的 大家可以在留言跟我们分享咯 是的 好啦我们只要Kitty之前啦 我们要快点做了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爱你们 Bye Bye